體態輕盈 大陸選手管辰辰跳上平衡幕 動作流暢宛如行雲流水 綽號小包子的管辰辰年僅16歲 氣勢完全不輸其他對手 最後以14.633摘下金牌 擊敗美國有史以來 最偉大的體操選手拜爾斯 從一開始的蹲轉1080度 後手翻接著兩個空翻 交換腿跳 最後以一個後手 接著後驅兩圈落地 拜爾斯只拿到銅牌 甚至輸給大陸另一名選手 唐倩敬 管辰辰在賽場上一絲不苟 追求完美 聽到自己摘金後 終於釋放壓力 崩潰落淚 受訪時表示 最想要的禮物是杯子 但管辰辰不要粉色 覺得有點騷氣 同樣寫下新紀錄的 還有日本選手 喬本大輝 喬本在單槓決賽 發揮出色 拿下15.066高分 奪下個人在東奧的第二金 成為繼1984年 洛杉磯奧運後 睽違37年 再有日本男子體操選手 在單槓項目奪金 先前因為贏過大陸選手 喬本受到大陸網友圍剿 不過本次單槓項目 他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表現依舊相當優秀 除了個人全能 和單槓雙金入袋 喬本也在團體項目 拿下銀牌 一口氣奪下 二金一銀 堪稱是最大贏家 記者綜合報導